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年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你还在这样用日语拜年吗 过时了 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朋友之间 是这样拜年的 あけおめことよろ 这句话是片头那句拜年话的简语 取了あけまして的あけ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的おめ 今年も的こと 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的よろ 那么连起来说就是 あけおめことよろ 如果是关系非常好的闺蜜或者是铁哥们的话 直说阿凯欧妹就可以了 既简洁又清爽 今年和朋友拜年的时候就把这句话用起来吧 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阿诚频道制作团队正在着手制作日本移民系列的相关影片 内容包括日本的永住、规划、留学、就职的相关政策法规 还有办理时的手续和方法 如果你对日本的永住、规划、感兴趣 或者正在考虑到日本留学就职 请把你所关注的问题和内容写在留言栏 阿诚频道的任意哪部影片都可以 那么我在影片中会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十几年来的所见所闻 进行分析和回答 对了,留言之后一定要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你所关注的内容